长大后的你还有成为超级英雄的梦想吗 在日本电视剧《半则之说2》中 主角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形象 一个来自日本工薪阶层的小人物 却有着不服输的无畏精神 坚持着心中的刚正不恶 不放弃梦想 不屈从权利 不让无原则 是很多人心中草根版的超级英雄 这里是金熊猫放映室 用三分钟解读一个好故事 《半则之说2》是《半则之说》系列的第二集 片名虽叫《半则之说》 但故事叙述的却是一代人的遭遇 以及对现实中不公的对抗 影片以《半则之说》为主视角 讲述了因揭发银行内部 竖起违法贪污行为 而被调任东京中央证券的职员《半则之说》 为坚持自己的原则与梦想 不断以资本腐败斗争的故事 面对上级的压力 同事的背叛 内部贪污腐败问题 以及外部的挑战和竞争 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捍卫银行和顾客的权利 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和各种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在这一过程中 《半则之说》的成长和变化 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正义感和责任感并存的主人公形象 堪称上班族的超级英雄 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 除此之外 这部剧还将人性展现得极为深刻 有些人为了金钱 权力 地位 不惜一切 负责手段 而《半则之说》时刻紧记着父亲的话语 应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要像机器一样地活着 将一句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 作为座右银 与一切邪恶力量抗争到底 这不由得让人去思考吗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 又应该怎样活着 或许重复的工作 消磨了你的志气 或许高压的生活 磨平了你的棱角 在人生这条路上 我们总会遭遇各种坎坷与布公 但请你不要躺平放弃 不要自怨自艺 让我们像半则之术一样吧 勇敢地站出来 去捍卫正义与权利 做自己的超级英雄 金属猫奖参品作品 持续推荐中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